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3日 星期三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這個中國夢 為甚麼要說中國夢呢 因為最近一篇 新聞報導 其實也不是新聞 只是一篇舊文 重新 令到我就想再考研究一下習近平的思維 習近平 最近 其實上台 就要打造他的中國夢 但是他究竟這個中國夢 是不是發對還是發錯呢 而且我們發覺他那個歷史觀 甚至乎他那個整個成長過程 基本上他也是在一個錯誤的地方成長 在一個錯誤的歷史觀裏面長大 現在就發了一個錯誤的夢 叫做中國夢 實際上 他發的應該是涉丹夢 為甚麼這麼說呢 最近有一個舊文 勾起回憶 就是講述習近平 去參觀 這個 七七勞溝橋事變的博物館 那裏叫勞溝橋紀念館 他當時周圍看的時候看了一堆相片 當時日軍投降的將領 就向 國民黨的陸軍總司令 何應鑫 投降 而何應鑫是以中國當時的軍事最高長官的身份 接受 這個 投降 習近平就問這個館長 問身邊的工作人員 為甚麼 是何應鑫受降 而不是 他們不是向毛主席投降 周圍的人 面面相規 究竟怎麼回答你 你共產黨也沒有份打仗 整場仗是國民黨打回來的 是你 甚麼都不懂 1953年出生 受著這個 假的中國歷史 假的中國抗戰史 重新定義 重新定義 所以習近平就不是說八年抗戰 因為中共 根本 在這場八年抗戰裏面就沒有任何見得人的東西 反而 從1931年開始 當年九一八事變 由東北抗聯組成的反抗軍 是有短暫跟日本人反抗 但是 基本上也是跟抗戰規模相差很遠 只是一些游擊隊 但是當時已經是共產黨參加得最深入 而當時其實 東北抗聯也不是 直接遞屬共產黨的 也是有共產黨信仰的人 組織一些游擊隊 共產黨也在背後有支持 所以習近平就把這個抗日 由 8年改為14年 由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計算 從習近平的歷史觀知道 其實他不是完全不知道中共在改歷史或假歷史的 不過 他也是 部分被這些假歷史蒙蔽了 甚至乎是被假歷史誤導了 以為共產黨真是抗疫的 中流底柱 所以 才有如此滑稽的問題 我們想為甚麼說他在做這個 其實不是一個中國夢 嚴格來說 他的 最好的盟友 叫做俄羅斯 在俄羅斯人的眼中 你習近平是 蝕丹人 你既然是蝕丹人 你發了甚麼中國夢 你應該發了甚麼中國夢 才對 為什麼這樣說呢 蝕丹本來 就是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 在中亞哈什克人 聚集 也有部分 是叫做乃曼部 其實也是蒙古的後裔 其實也有蝕丹人的遺文 因為 北方游牧民族 經常扣亂種 扣到很亂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基本上 這個兇奴 兇奴人 叫做 先卑人 特缺人 甚至乎蝕丹人 女真人 都有 不同他們的運種 所以 要認真考究在哪裏 其實也十分複雜 由於 蒙古人 在13至15世紀 長期是歐洲的霸主 當時叫做金將漢國 英文就譯為金將漢國 中國 稱為陰賊漢國 當時他也是歐洲的霸主 而蒙古人就稱中國北方 是斯丹 所以 當時也是把斯丹等於中國 而當時的南宋 相對來說 當時的南宋 被蒙古人滅了 當時的中國代表 所有人都認為 就是中國了 斯丹就是中國 當時沒有中國這個字 歐洲人 其實因為這個金將漢國 很強大 所以 他們之間就興起 根據蒙古人的說法 全部都是根據蒙古人的說法 那個地方原來就是 舌丹 之後興起的斯拉夫語系的民族 以及特權語民族 也是以舌丹為中原政權的代名詞 所以現在仍然有十幾個國家 把中國稱為舌丹 例如斯拉夫語系的國家就是俄羅斯 烏克蘭 保加利亞等等 斯拉夫當然還有 南斯拉夫 即是克羅地 那些 那些 那些國家 全部包括科蘇玉 北馬其頓等等 這些南斯拉夫 就說明是南斯拉夫 俄羅斯屬於東斯拉夫 他們也是稱中國是舌丹的 而特權語國家 例如中亞的國家 哈薩克 當然也是稱中國是 舌丹的 大家很清楚 國泰航空 Cafe Pacific 其實也是一個舌丹的牙青 在 俄語 古葡萄牙語 以及古西班牙語 之中 整個中國也是被稱為舌丹的 所以 就這樣看 大家也要理解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國家應該叫舌丹才對 中國 是後期的稱呼 自古以來 我們就是舌丹人 所以習近平在做這個夢 嚴格來說是一個舌丹夢 所以我們要為他上課 舌丹的歷史 讓他知道自己是一個舌丹人 舌丹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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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丹的起源有幾十種說法 舌丹地ура 講以舌丹的起源 舌丹太萬 舌丹的起源 舌丹的起源 舌丹是指以神話為主 舌丹的起源 舌丹 are known 舌丹的起源 舌丹是指法傳統的 舌丹的起源 舌丹是指法帥 其中一個部屬 也是屬於鮮卑族 右賢也屬於鮮卑 當時右賢跟北藝經常打仗 當時最出名的故事就是花木蘭代父從軍 花木蘭代替那個國家 叫做北藝 不是代表中國的 而是北藝 北方的民族 其實也是同一個民族叫做右賢 只是不同的 可能是不同的部屬而已 只是不同的部屬而已 右賢 戰敗給托拔士的北藝 也是屬於鮮卑族 所以 北右賢到了外興岸嶺一帶 成為了蒙古人的祖先失衛 而南右賢 被居於內蒙古以南 聚居部族 形成了一些游牧民族 另一個說法 舌丹是源於輿民部的鮮卑 因為鮮卑有很多個部 那麼說一下說說舌丹八部 古舌丹 說回古代的舌丹八部 有色曼丹 河大都 河大河部 伏弗屈部 宇陵部 日蓮部 匹系部 梨部 吐陸 吐陸�j 相關於智端 全部都是用翻譯的 因為那些是涉丹文 涅里是遼國的始祖 涉丹人當時有三年選一次他們的族長 早期的族長也是在大賀士家族中產生 中間就有姚北士中產生的 最後由涉丹的日次部的耶律士 耶律亞寶基 破壞了整個制度 他仿效漢人 建立於世襲的中央集權 的涉丹 耶律亞寶基 當然就是 遼國的遼泰祖 遼泰祖 他 當時的傳說是在 嚴帝之後 根據歷史之後他覺得有需要幫自己美化一下自己的祖先 這個 這個 他講到 遼 之祖 始於嚴帝 涉丹人認可 嚴帝是苗裔的說法 回額人亡國的時候也有大批人逃入涉丹 所以 也有涉丹伴回額的說法 回額也融入涉丹人的消事 遼泰祖耶律亞寶基的皇后 遜律平就是回額人 之後他的兒子耶律德光就把述律士刺姓燒 後來蕭氏 融入了女真 改了做書目錄士 當遼滅亡之後 很多就融入了漢族 蒙古或者滿族 所以現在你要找回涉丹人 其實 整個中國都是涉丹人 不用說了 我們會看到 其實在外國人的眼中 他們看到即使蒙古人滅亡之後 建立了明朝 但是他們對於明是一個朝代 不是一個country 不是一個國家 他們 有些nation 因為是外國人的國家 跟中國的國家有些不同 中國以前是沒有國家的 只是一個朝代 元朝滅亡之後就是明朝 明朝的皇帝當時 永樂大帝說威震四方 但是 西方人 仍然是稱這個 當時的 明朝祖的朱棣 涉丹皇帝 所以 我們看到現在的習近平應該也是 涉丹皇帝 如果要做的話就是涉丹皇帝 所以 他要做一個中國夢 其實要重新改寫 我們這一節真的要為他 上回歷史課 你要發的涉丹夢 我們也沒有人阻礙你 你可以繼續發下去 這次時間 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可以為他自己看出 是可以讓他拍一面